李帅如今提起先天性脆骨症 仿佛像提起感冒一样轻松 但是病痛带给李帅的折磨 常人无法想象 同一出生 李帅就被检查出三处骨折 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直都伴随着一种 短暂而又刺耳的声音 这种声音一旦来临 就意味着他要遭受着 错骨追星的痛苦 这种声音就是骨折的 咔嚓咔嚓的声音 李帅就是一个这样的玻璃人 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 从小到大 李帅都被无微不至地保护着 家里凡是有棱角的地方 都用海绵包了起来 但是这一切依然无法 让李帅逃脱骨折的折磨 骨头磨在一起的咔嚓声音 仿佛是命运在向他挑衅 李帅 你生来就这样 不要反抗了 你看 这就是你反抗的后果 每当经历着 撕心裂肺的痛苦 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 李帅都会想 我的一生 就要像一个悲剧一样 只有被毁灭和打败的剧情吗 不 李帅不甘心 他不甘心做被保护的瓷娃娃 他偏要折腾折腾 于是小李帅拼命地学习 渴望用知识改变命运 他的成绩也一直都是班里的前几年 但是命运又一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啊 高三下午放学的时候 李帅不幸遭遇了车祸 他被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 当时就失去了意识 在爸爸的呼喊声当中 李帅才慢慢地醒过来 伴随着一阵剧痛 李帅看到自己断掉的骨头秃了出来 他知道 自己的胳膊和腿又断了 李帅被紧急地送到了医院 为了不让李帅在骨头复胃的时候挣扎 医生安排了六个人按住他 因为体质原因 李帅也不能使用麻醉 于是他生生地看着医生们 强行用力拉开他错位的大腿骨 刺心裂肺的惨叫 在那个安静的夜晚 响彻了整个医院 直到最后 李帅已经疼得 喊不出来了 可是谁能想到这第二天 医生再次严肃地对李帅说 昨天的接骨不成功 今天还得再接一次 所有人都以为 李帅难以接受再次接骨的痛苦了吧 可是这一次李帅没有喊叫 也没有挣扎 他沉默地回应着骨头摩擦的咔嚓声 李帅要让他知道 不管他给了自己多少打击 都绝对不会向他低头和屈服 为了强身健体 李帅找到了一种最适合他的运动方式 那就是做俯卧撑 最开始呢 他只能是跪着坐啊 坐五个 那都得休息很久 但是就是这样坚持 五个 十个 十五个 慢慢的 他的俯卧撑越做越好 最多的时候 累积下来一天啊 能做一千个俯卧撑 李帅的身体 因为锻炼变好了 而高考 却因为骨折 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 但反而 这让李帅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 他用最快的速度 学习完大学的课程 还获得了全国大学生 自强知心等荣誉 2014年底 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帅 决定正式开始创业 涉及了餐饮 金融 互联网 等多个行业 同前的李帅 很怕听到骨折的咔嚓声 因为它意味着磨难与痛苦 现如今 那咔嚓声 还是会时不时地来李帅家 蹭蹭门 但是李帅已经能够 坦然地迎接他的到来 因为李帅知道 磨难是让他成长的 原动力 只要不再害怕 不再逃避 骨折的咔嚓声 也能变成生命当中的 最强硬